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经常关注综艺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有发现 在各种类型的综艺当中 音乐类的收视率相当可观 由此不难看出 观众对音乐综艺还是很感兴趣的 而说到音乐综艺 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 接连播出好几季 但相关热度却子增不减的中国好声音了 该节目可以说是每季上线 都能够收获到无数的好评 但凡看过节目的小伙伴 必定会被当中的精彩看点吸引 不同于一般音乐选秀节目中 选手内参差不齐的场功 参加这档节目的选手 池里都相当在线 同时该节目的导师阵容也十分豪华 就像已经正式定档在 7月30日上线的新一季节目 就能够看到有 纳英 汪峰 李克勤 还有李荣浩加盟担任导师 以这四位导师在乐坛的知名度 相信应该没有哪个小伙伴 不认识他们了吧 特别是纳英和汪峰 还有李克勤 称得上是圈内的老前辈 唱功口碑极好 如今距离2021中国好声音 正式上线开播的时间 缩胜无解 原本看到四位大咖导师 已经让人很期待 再看到新天的四位助阵 更是坐不住了 有完整追看过前几季节目的 小伙伴应该都清楚 以前就只有导师和学员 但在即将播出的新一季节目中 却能够看到 在保留导师阵容的同时 还给每位导师配了一位女助教 极客俊逸 张碧晨 吴莫愁 还有黄霄云 这些从这档节目出去的歌手 都将回归节目录制 最让人期待回归的是张碧晨 以张碧晨当下的知名度 相信大家对他一定很熟悉了 这些年来发展势头相当猛 为很多影视剧演唱了主题曲 而张碧晨也正是一位 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 才算彻底打开知名度 当时张碧晨加入 纳英的战队 在纳英的指导之下 进步了很多 最后张碧晨也是凭实力 获得了那一届的总冠军 但凡看过张碧晨 舞台表现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他的唱功 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但好的千里马 也是需要被伯乐发现 其实也能够变相地说 是纳英那一转身 造成了张碧晨的成功 本身张碧晨能够回归节目录制 已经很让人惊喜 再了解到 纳英和他这对师徒 或将再度搭档 属实让一众节目老粉 激动不已 很多观众看到张碧晨 将回归新一季节目录制时 都表示说很惊喜 很期待 如今随着开播时间的临近 为了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能看到节目组 还特意筹备了一场发布会 这场发布会 也是采用了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通过现场镜头的记录 只见四位导师 还有四位主角都到齐 阵容相当的豪华 有一说一 新一季节目 这么一个加编阵容 称得上是空前豪华的程度 而再度回归节目舞台的 四位主角 也都是感慨万千 特别是张碧晨 许是看到熟悉的舞台 也或者是看到了 自己的恩师那音 结果主持人递来的麦克风 还一度哽咽 直言回到好声音的舞台 就好像是回到娘家一样 感觉很安全 其实想想也是 张碧晨算是因为这档节目而成名 能有当下的成就 确实是与节目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也是因为这档节目的舞台 让他有了追随的歌迷 如今 张碧晨能够回归新一季节目录制 担任主角 大家可都是很期待 他是否会和那音搭档 呈现一个精彩的舞台 相信一定会是节目的一大爆点 还记得2011年的那个夏天吗 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 以从未有过的形式不断刷新收视率和全民关注度 转椅子火了 导师火了 学员也火了 由灿星制作的这档真人秀选秀音乐类综艺 让中国蓝浙江内视着实打了一个翻身掌 要知道 在娱乐节目肆无忌惮充斥的年代 芒果台一直是一级绝尘 独领风骚 那一年的导师阵容是刘欢 纳音 杨坤 于成信 能有刘欢作证 这档节目本身就已经让观众难以置信了 接下来爆出的梗 最有意思的还是杨坤的 我有32场演唱会 让他成为大众眼中的杨32 那一年很少有秀音的情况出现 真实感给了我们极大的音乐震撼 那一年的冠军梁博 也一度让大家保持怀疑 争议的声音层出不穷 而获得冠军的他也曾一度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更是几乎坐实了第一件好声音的冠军黑幕 但后来的他以一首原创歌曲《男孩王者归来》 在后来的音乐作品虽少而今 但他以一个音乐人的姿态 毫不做作地专心做音乐 只能说当时有太多的人欣赏不透他的音乐魅力 一转眼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 能做十年也是着实不容易 虽然中间经历了收视率的极度下滑 请到了周杰伦旧场挽回了一些局面 但周董却在参与的三届里面 没有获得冠军导师 不知道一向无比自信的周董 做何感想 原本周董会担任2021年好声音导师 但受疫情的影响 在台湾省的周董无缘参加 作为十周年的好声音 导师阵容在24日中午正式官宣 共有八位 没错 不是四位 是八位 这应该是好声音史无前例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好声音的一个翻身杖 导师的名单如下 纳英 汪峰 李克勤 李荣浩 张碧晨 吉克俊逸 吴莫愁 黄霄云 八位导师采用两两组合的方式进行 他们从名单可以看到 汪峰和纳英牢牢地占据了C位 如果按照资历来说的话 占据C位的应当是纳英和李克勤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出生于1967年 是1971年出生的汪峰的前辈 为什么此次把年龄更大呢 资历更老的李克勤放在了边上 难道是因为他是好声音的新人吗 毕竟汪峰是这档节目的原老级导师 随着好声音的导师阵容官宣 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是在海报中公布 在本月30号周五的晚上20点30分播出 而在赛制上面今年也是有所革新 所以今年的好声音看点还是很足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